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要介紹銀座走到社福的散步行程 一路上我們會經過矽流、東京鐵塔、六本木跟錶餐道 都是很知名的景點 那我們的起始點就在銀座知名的百貨公司 Gings Up 6開始吧 那銀座這邊就不用多說啦 是一個購物天堂 這邊聚集了很多國際知名品牌旗艦店 以及很多米其林新級的餐廳 那另外呢,這邊在假日的時候 特定時段也會有步行者的天國 大家可以在路上直接走 然後如果大家想在這邊吃個早午餐的話 我們推薦這邊的Mercer Brunch 它的這個吐司內餡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超級鬆軟綿密 然後就整個從吐司的裡面一咬下去 就哇,整個爆發出來 後面這一棟紅色很氣派的大樓 就是資深塔的旗艦店 對,那裡面除了有賣一般的藥裝之外 還有很特別的餐廳 那我們過完已經坐到下一站細流 這邊是舊星橋停車場的遺址 也就是日本最早火車的終點站 那裡面有一個展示室可以無聊參觀 細流這邊是一個很有規劃的辦公大樓區 大家如果晚上來這邊的話 可能會遇到超多上班族的人潮 那同時這邊呢 也有日本非常知名的廣告公司 電通的大樓 也因為上班就是多 這邊的餐廳選擇也很多 我覺得東京明月的地方就在於 它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都會區 但它其實也保留了蠻多的 歷史的遺跡 或者是人文的要素 像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 舊星橋停車場之外 在細流這邊還有 細流美術館 以及 TOKYO RENOVATION MUSEUM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東橋私房景點 塔內塔的觀景牌 那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啊 這前面的廣場啊 在冬天的時候 會有很漂亮的Illumination哦 這個觀景台的電梯啊 在到47樓之前的過程啊 就可以從這個透明的窗戶看到 東京都會的景色啦 我的下方啊 是冰璃宮N次庭園 然後遠方可以看到彩虹橋 以及台上 那因為今天天氣不錯 我們可以整個看到千葉的防守半島呢 我們中午就直接留在卡列 然後吃一家 就是墨西哥捲緬甸的 叫Friore 那如果你是來東京超過一次的朋友啊 就不一定要吃日式料理 可以像我們這樣找一些 有特色的異國料理 嘗試看看 那我們吃飽中餐 接下來往東京鐵塔的方向走吧 那東橋的散步影片呢 通常都希望大家在站與站中間呢 是用散步的方式 而不是用坐車的方式 可以比較享受到 當地的人文氣息啊 可以看看環境等等的 我們現在走到资公公園站附近了哦 那如果想要喝笑茶的朋友 推薦這一家 Lepang Gucci店的麵包店 我們推薦大家可以到资公園這邊二樓的平台 可以躺在草皮上看東京鐵塔 超療癒的哦 我們從资公園往六本木方向走 可以經過東京鐵塔 然後東京鐵塔就是白天看 晚上看 甚至在上面看都很棒哦 我們前往六本木的路上 在這家法式的麵包店 Messure L'Homme de Me 這個河北下午餐 這家第二個茶的路上 3.75的高分哦 吃飽啦 我們繼續前進吧 我們已經散步來到六本木了哦 這裡是六本木之丘 那六本木之丘這邊我們推薦可以上它50歐爾的觀景台 室外的部分啊 視野非常的好 那除了六本木剛剛之丘以外呢 六本木的周遭啊 像我們現在在走的騎機車 還有很多國際知名品牌以外呢 就是TOKYO MIDTOWN 以及國立新美術館也是的逛逛哦 這邊除了可以看美術展之外啊 周圍的環境也是相當的舒服哦 我們現在要離開六本木區啦 要往表參道的方向走 那這個區呢 比較悠閒 有點私房經典的感覺 其實這條私房的秘境 有我們兩個共同的回憶 就是我們以前下班的時候會從這邊啊 就是比較說走去新宿啊 或走去圓樹等等的地方 因為公司就在六本木 對啊 淡波的途中啊 經過悠閒的小區域 這邊有咖啡店啊 滑店還有一個草坪哦 我們剛剛從六本木啊 往表參道的方面走呢 會經過青山一直外越前線 等等的景點 散步之旅現在來到了表參道區啦 表參道這邊啊 也是以精品聞名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散步之旅 一不小心就變成精品豪華奢侈之旅 我聽過一個都市傳說啊 聽說在那邊 住在這邊的人啊 倒垃圾的時候 都要帶LV的包包出門耶 表參道呢 除了很多high fashion的店以外呢 我們也推薦大家可以去一個 叫Camille Second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那裡面呢 有不少的小吃跟飲料 另外呢 表參道這個區域啊 巷弄裡也有不少 別具設計感的咖啡廳哦 就如果剛剛表參道那邊的商店 有點嫌貴的話 可以到貓街這邊看看年輕的時尚 走完貓街啦 我們要前往今天的最後一站社谷 好的 那我們今天已經逛了一整天的街了 所以來到社谷當然就是要 再逛一下啦 社谷這邊啊 它的巷弄裡面 大家慢慢走的話 可以看到蠻多的特色的小店 另外還有像古卓店等等的 另外啊 這邊的店家都開到比較晚 所以不管是餐廳 料妝店 或者是24小時的唐基哥德爾 大家都可以繼續慢慢逛啦 那我們今天散步的行程 就在Supreme外面做結尾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哦 我是包博 我是瓦恩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